不存在两个中国 不存在一中一台 中国必将实现完全统一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 登上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再将矛头对准台湾 53年前通过第2758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立即把台湾对其的代表 从联合国及其所辱的 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王毅重提联大2758号决议 无视国际舆论 包括近期澳洲荷兰意大利国会 通过友台动议 反对中国扭曲这项决议 呼吁重新诠释 五国友邦也接连发声 认为这项决议被误用 称台湾该是联合国议员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会晤王毅 也不忘强调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 布林肯强调美方会利用外交手段 负责人的管理中美竞争 将继续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双方也同意 适时举行新一轮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与此同时 王毅还呼吁中东停火 分析认为 北京想与华府竞争 全球调节角色 塑造世界和平缔造者的形象 然而一边高喊提倡和平 一边却积极发展军备 恫吓威胁台湾 在国际地缘政治操作两手策略 恐怕遭遇被各国看穿 三立新闻 川普报道 五十三年前 请不吝点赞优恢自规ca 颈 Bold 评设株 万应当 万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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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和六十 GB 孔眼 道 道